北京今日再新增兩宗新型肺炎本地確診病例 是當地連續第二天新增確診個案 廖迪沙報道 當局公布兩個患者分別是一個姓劉的25歲男人 和一個姓韻的37歲男人 他們都就職於中國肉類食品綜合研究中心 住在豐台區西羅縣 沒有接觸過境外人士和湖北武漢的人 其中姓劉的25歲男人在近兩個星期內 曾經出差到青島5天 他曾經出現喉嚨痛、發燒、咳嗽、流鼻水等症狀 在6月9日自己踩單車到核區醫院發熱門診就診 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 而姓韻的37歲男人自稱過去兩個星期沒有離開過北京 6月9日開始喉嚨痕、有痰並且有輕微咳嗽 但體溫正常沒有吃藥或看醫生 今日經驅級排查發現病情 當局說兩個患者都在定點醫院隔離治療 亦都已經進行流行病學調查 對他們的密切接觸者進行集中隔離管理等等 北京市政府亦都宣布 因應疫情形勢變化 原定下星期一復課的初小學生要暫停復課 而已經回學校復課的學級 就維持既定安排 有線電視聽給ili 覺冷飛機 有線電視記者,廖蒂沙報導 画立平飛機